額外還贈送一年的蜜月功利費 給予新的業主朋友 還有現在亦正在送一個車位給觀眾朋友 低首期 10 萬元 首期便可以上車 3 房 4 房單位 Hello 大家好,我是熊仔 Liu 今期來到家寶人七月 聽聞它有一個大動作 10 萬元買一個 4 房 1 呎單位 之餘還可以享受一個產權車位 額外還贈送一年的蜜月功利費 給予新的業主朋友 今期來到這邊 除此優惠活動之餘 這裡亦帶大家回顧一下 它們最深的進度是如何的 事比以遲 現在即時去看看 這個特價單位又是如何 好了,我現在上了三座一單元的實體樓 這裡是 22 樓,兩梯,四樓的佈局 那邊是 79 平方的三房兩廳兩位 這邊是 95 平方的四房橫廳的戶型設計 我們今期所介紹的單位是這裡 04 單位 這裡是有一個防火門的 上海適一到來的話 這個空間是屬於自己的私人的空間 因為這裡雖為公共雅 但是這裡屬於私人的 是可以用得到的,因為平時人們不會過來的 然後這裡收樓後需要自己封 不封的話也可以,沒問題 不過如果不封的話 吹風、下雨的話就放不到東西了 建議的話到時候這裡可以封一封 然後這裡放植物、鞋櫃都可以,沒問題的 那今天下來的話,到時候這門是有戰力馬馬鎖 而且這是魚留鞋櫃的位置 在我們的左邊是一個勞改房的形式 現在在造緊防水設施 然後大家看看這個鏡頭 看出去是完全無遮擋 因為屬於高層 這邊是朝貓不向 但是採光度旅港是非常OK的 然後對面就有一個房間 這間是一個小房,可以作為一個書房 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標籤是可以拋的 拋了之後這間房間的空間就會大一點 你如果作為書房、嬰兒房都OK,沒有問題的 這也是內地所統稱的一個消防房 出到來就是他們的橫廳設計 非常大 這裡可以做餐桌的位置 大家所見到的每一個單位的飄窗 全部可以拋 所以空間是特別大 這邊還有窗戶 然後隔離就是他們的除房 除房採用一個L字形的設計 防水層已經做好了 他後期又是大為精裝的一個膠標 在這裡就是欠裝修 不好意思 就欠裝修 在景觀上來說是一漏的 然後大家看看這個廳位 橫廳的設計 到時候這裡放梳化的 對面的話就放電視機 所以這個景觀看出去 亦都是可以見到 他們這邊的景觀 不會完全遮擋了 主路台位就放洗衣機 拿回衣服的一個空間 到時候亦都可以封了車 這個就看回每個人的一個喜好 我們現在就看看 另外的房間的設計 我們前面就看了兩間房 大三間房就在這裡 這裡也是作為一個客房的設計 就是飄車全部都是可以預訂的 在溫度上沒得趕拉 亦都沒有任何遮擋 這個就是95平方的一個優勢 這邊就是一個公廁 到時候亦都可以做到光濕分離的設計 它裏面亦都在做防水的塵 當然那個飄車是可以預訂的 進來的話這個空間就屬於轉任房了 轉任房這裏有一個空間 亦都是可以預訂的一個空間 還有這邊看出去是可以看到 將軍小學的學校 這個位置就是他們主位的光濕分離 飄窗是可以預訂的 亦都是在做防水塵 來到這個轉任房 大家會否突然覺得很小 其實還有一個空間 就是這個 這個可以預訂的 預訂之後 這房間的空間就會大很多 放在米8大床來說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類似於這些單位來說 它的價錢是100萬 22樓就有得成交了 100萬 03,435 還有現在亦都在送一個車位 給觀眾朋友的 還有在這裏最低首期 是可以做到 11萬 5,435 即是可以上車的一個低首期的政策 OK 我們現在去看看 他們的三房戶役又是如何 我現在來到五座的實體內層 這裏是23樓 加一期的特價單位是25樓 即是比這一層還要高兩層 它的價錢稍後先說 我們先看看這個單位 83平方 三房兩廳兩個衛生間的會員設計 進來的打掘空間就是玄關的位置 到時候你可以做回鞋櫃都沒有問題的 這邊就是一個樹廳的設計 最值得關注的就是前面這塊東西 這塊東西是廠房來的 因為爛頭的廠房是有行高的 最高是不會超過47層高 我們現在在23樓 它那邊就差不多要封頂的狀態 所以如果你想買四樓五樓 又不想被前面遮擋的話 23樓打掃是優選 如果你想價錢便宜的 23樓打掃或者二樓三樓 沒有景體的話是最划算的 但是高層的景觀是一線無遮擋的 類似於那邊也是剛剛封頂的廠房 所以23樓25樓的特價單位是完全無遮擋的 我們現在去看看它們的房間設計 首先這個位置就是它們的廠房 廠房採用U字形的設計 預留了單門的雪櫃的位置 還有這些硬件 你所見到的華帝氛派的油煙機 做台都已經做好了 廠房的空間亦是比較廣 因為它們屬於高樓層 所以它們的採光度是非常OK的 看看這個採光度 這邊是朝方南向的 這裏就是飄窗位 看了第一個視頻的觀眾朋友便可以看到 撥了飄窗位之後 整間房間的空間就會大很多了 還有它對面就是一個洗手間的設計 因為我們第一個看是一個清水樓的狀態 現在裝好收的話就是這樣的狀態 但是它們這些企肉的空間來講 空間當然是一定是舊的 當然啦 到時候如果你收樓的時候 覺得這個不實用的情況之下 這個擦了它要重新換 換成一個比較整體 乾淨、靚仔一點的一個景櫃 我自己覺得有點癡癡的 但是不要緊 發展商送的 可以改成自己喜歡的 這間房子就是路改房 只要贈送一半的面積 後期就需要自己去封閉窗 到時候這裡你可以做一個書房的空間 是可以的 轉容房的話 如果你整個房子做一個書房的情況之下 就兩房 兩個衛生間 非常之好的一個飲食城 還有它們的主廁 空間間也是夠的 唯有一個美中不足 就是這個洗手盆 小了一點 但是不要緊 畢竟是83平方 七到零的房間的話 你兩米的床 完全是沒有問題 可以做得到的 還有飄窗的空間 亦都是全場送到手 正宗交納的時候 已經拼好了的一個交標 大家來看看這個景觀 其實亦都是比較寫意的 因為這一套特價單位 25樓 最後的價錢 896666 90萬都不到就有成交 首期的話 99666 就可以輕鬆上車 燃樓精裝的83平方 三房兩廳 兩個維生間的一個護形設計 好了,屏幕情侶觀眾朋友 看完這兩套單位 你們比較喜歡哪一套呢? 首先第一套就是 95平方的一個四房橫廳的設計 這裡亦都是早期買下乘低的一個單位 高層、潮北向 但是沒有任何的遮擋 在景觀上來說是非常不錯的 而且他們現在可以做的 是低首期 十一萬五千四百三十五 首期就可以上車 四房單位 一百萬買四房 精裝、準現樓的一個單位 而且如果你是沒有那麼多人的情況下 或者想洗底下價錢便宜一點 亦都可以考慮一下 83平方的三房兩廳兩個維生間的護形設計 當然它的價錢便會較便宜一點 折後的總價是896666 首期方面是996666 便可以成交 月供的話都是供三 三房的話供三千五 四房的話便會供四千元 我現在身處的位置便是他們的縣林 大家看見他們的進度吧 首先在所有的樓柱方面來說 已經整好了 就是欠內部的裝修 在小區縣林來說 縣林亦做了七七八八 小區正門口目前正在整 而且他們的跑道現在還沒有整 到時候縣林整好之後 再會整跑道 現場亦有很多藝衣在這裡做事 在私工的 上面兩套單位如果你是兩個人或三人 過來這邊退休度假的話 八十三平方也可以考慮 如果你想大一點的空間 九十五平方也可以考慮一下 畢竟一百萬萬四房的千尺單位 橫廳亦是比較少有的 最主要現在買的話 是送一個產權車位 之餘還送一年的物業管理費 給觀眾朋友 還有最主要 這裡還做了一個低首期 十萬元首期就可以上車三房四房單位 月供才三千多元 去哪裏玩這些拱國盆 還有今天亦是現樓 準現樓沒有任何首尾 亦可以給予到一個安全感 給觀眾朋友 亦可以你們上來看 去到每一層 讓人喜歡18樓、19樓、33樓 都可以去到每一層的實景樓去看 我們這邊的話 週一到週七 亦有看樓免費專車接送內會 如果有對這兩個單位有興趣的觀眾朋友 可以聯繫上方的KR Code 與這樓去聯繫 樓沒有十寸十米 但相信一定有最下色力的樓盤 我是熊仔 這樓持續環年大樓中山 最新的樓盤之身